这也是好消息嘛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证券交易税率 西欧州政朝安 而当冲的证交税税率减半 从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点 我将实行一年 也让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 实施当冲降税的国家 在当冲实施之后呢 税收日过一年将会减少37.5亿元 但可以提升国际动能 不过却也遭到了外界批评 这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古海茫茫 聪明的人可以找到灯塔 不聪明的人只能住进套房 其中还不乏想以戏致富的人 当冲就成了投资客 以小博大的攻略 总算炒了好久的当冲税率减半 终于拍板 政府有信心 说会提升股市动能 当冲降税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因为整个股市面临的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过去产业升级碰到困难 人跑了 钱跑了 台湾资本市场会变远化 到底何谓当冲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在同一天之内 正对同一个标的物 透过一买一买的方式赚取价差 但如果你不是股市中的高手中的高手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否则会得不偿失 因为我们看到在当冲宣布的同一个时间 整个股市的表现呢 惨绿一片 虽说税率减半怎么看都是好消息 但台股到底是来不及反应 还是根本无感 整个盘市从开盘到收盘下跌50.12点 成交量不到千亿 然而这次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 三度过后 当冲赠交税从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1.5 虽说税收预估一年将减少37.5亿元 但用意是要提升股市动能 不过却被外界泼了一大盆冷水 玩股票谁不想赚钱 但台股大户仍然集中在外资身上 一旦外资撤手 没有成交量散户当然不会跟进 基础建设若没做好 政府端出将当冲税率 作为旧股市特效药 恐怕也只有治标不能治本 欢迎收看苏王杰和建州 台北报道